最近音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一新 希望节目越来越好 越来越火 来看看这些对天对地 回天面地的明星们 对天对地 天下无敌 男神Max最炮力 没错 当一些偶像派 在聚光灯下 惊笑慎微 有些freestyle男神 坚持扣碎心动做自己 你以为放大不羁 就会丢了粉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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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OL怼得爽 粉丝超快感 快来看看这些 一言不合就怼人 却是粉丝心头爱的男神吧 一言不合就怼人之 陈伟婷 我爱粉丝的证据是 2014年 凭借古剑集团 成为迷妹们心头号的 无理大师疯陈伟婷 人气就一直居高不下 迎来了事业的小高峰 长居艺人新媒体指数千十 最近更是举办了 自己的巡回演唱会 30秒门票就卖了近万张 真是左右天下粉丝的人气哀悼 然而 无理陈伟婷被迷妹环绕 却是个怼粉天王 一言不合就怼粉 相爱相杀上演 虐恋情人 就为一名香港北上奋进演戏的小青年 为了把控小小迷妹心 陈伟婷可是十足的妄隐少年 既能够在粉丝不满剧情发的太慢 陈伟婷不出场时 用粉丝给自己的爱称来调戏 没办法啊 因为我就叫等等啊 更是会在留言区和粉丝互动时 直对迷妹的痴情 真的啊 我是被你的舞蹈圈粉的 我是你的舞蹈粉啊 也就是自喜欢抗牛跳舞 不喜欢抗牛其他的咯 你可以考虑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 作为一名敢做敢当 说一波儿的大事哄陈伟婷 台上堆粉 自然无人能及 演唱会发布会的时候 面对直直闹拿着单反大炮 对着自己啪啪啪拍照 却不配合听自己自夸MV 多棒的迷妹 超级不满意 此处可以有掌声 你们是很久没有举办过什么粉丝见面会什么 你们都不习惯是吗 不是 你知道为什么 现在你们想拍要好像不想拍这样子 锐游任性的陈登党 听到迷妹的补偿性鼓掌一脸傲娇 主持人也只能原厂解释 这是现在粉丝的习惯 but 陈伟婷立马呛了回去 拍照没手了吗 你们有口了吗 有口有口了吗 这开国语封印的陈伟婷 堆起来 连粉丝都想揍她呢 好吧 陈伟婷这样又不是一两天了 你知道没 还有粉丝原本小个台上的陈伟婷 亲密接触 却不想男生对病症发威呢 我每一个都喜欢 每一个都喜欢 就经过去哪儿的那个 这一张就是 有健身 这一张都没健身之后 这一张都没健身之后 我每一个都喜欢 就连电影宣传的露眼活动 都能堆起来 互动的时候选了个小baby上台 引发迷妹猴头 我们也是宝宝啊 却不想陈伟婷直接max吐槽礼 也迷妹 小婉快直接上台了 我先帮我自己 来 你们也没有看这么小 哪里啊 这里啊 这里啊 跟粉丝互动 陈伟婷化身腹黑boss 也就算了 毕竟广大女皇们 都是秉持关起门 自己人的精神 消化陈伟婷这 你约女王 我约爱你的五十度 还要加五度灰的玛丽苏喜吗 bet 屋里等等 那是面对的镜头 都不忘对下的粉丝啊 尤其是 给你一口糖 再来一口灰的反转虐 虽然是我们中国的女生 比较漂亮了 韩国 粉丝肯定气死了 粉丝肯定气死了 对吧 更有名誉回料你 却偏偏要堆你的欲亲 故无纵喜吗 粉丝简直被昆帮泪 松痒痒 如果在你面前 做了很多等料的粉丝 你会说些什么 我们再等一下吧 我们再等一下吧 Anyway 陈伟婷怼得深 也是爱得深 时时刻刻发糖 给个拥抱 陈伟亲亲也是real随意 毕竟粉丝 还是等等同志的女皇呀 而女皇 耿耿更更是十分享受 这样的相处模式 只要是你都喜欢 怼得我也喜欢 好愿意被她怼哦 老夫老妻的感觉呀 怼安嘛 特意为你们唱了这首歌 所以你们 怨吗 一言不合就怼人之 黄子涛 我怼人 我骄傲 我的皇冠不会掉 自从成绝后 XO前成员黄子涛的回国心路 一直是 狗带高呼 表情包吐露 但是 幸好爱自己 傻白天黄子涛 一直凭借强大的自信心 对面身边所有人 更是一 我是不一样的焰火 你就是和柴火的怼人风格 成为耿之boy代表 竟被网友认同成 萌点黑转红 我会是这样轻易的狗带合 作为眼里只有自己的骄傲的黄子涛 会用工作室微博和粉丝互动 强调自己的优点 比喻粉丝都是小虾名 你收起来怎么拉你可爱呀 哼 我做什么你们都觉得可爱 是不是 尤其是面对撒娇的 要黄子涛轻轻才起来的粉丝 屋里涛涛冷漠的 自己站起来 记得吃药 黄子涛 简直是移动的 活体教科书 有自信 过得好 认同并深深爱知自己 在直播的时候 看到粉丝狂刷红包 直接说 行了别发了 妨碍我看我自己脸 接受采访时 更是能在主持人麦克的时候 直接打断对方表达 小哥我就是这么perfect 要性还是要命 你知道有一个梗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说看你以后会不会有钱 不用看 很多人见到我就说 这个小哥你的面相一看就是 不缺钱的那种 赏快了大本营的时候 乌里涛涛与张一山切磋无意 看到对方亮大招 自己不甘示录 还要几对下围观女嘉宾 出现自己的风采 多么傲人 现在转一圈给你们一个体会 这是一圈 你行吗 不行啊我知道 对不起 现在我是黄子涛的犯 像他这么自信 耿直的不玩已经不多了 我们涛就是这么自信 就是喜欢你狂拽酷炫 吊炸天亮 乌里涛涛的傲娇本色 更是于蜜之自信力气肥 直播的时候 总是冷漠地拒绝粉丝们的提问 保持自己的仪式而独立的 与众不同style 涛涛有些粉丝说 这首歌很好听 想要知道是什么音乐 我不会告诉你了 涛涛是王者荣耀哪个区的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傲娇的涛涛 更是能一言不合就怼死 粉丝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的事看不爽就要怼 先一个队友好好谈恋爱 不行这个不行 谈什么恋爱 为什么要找下来大老人 赶紧分 赶紧分 而是面对自己的工作人员 黄梓涛更能展现毒蛇魅力 对出新甜点 小乔他们说女的好丑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女的呢 人家是女的你怎么能说人家丑呢 啊 真让我知道 他其实特别的漂亮 如果减肥的话 更是能再去时装中的舞台上 嫌弃和自己对接的时尚杂志的编辑 黄涛涛你还想好好地用精心的PS照片上时尚杂志吗 我觉得涛涛以后应该也不想跟这个编辑对接了吧 我已经不想坐在这个时代上 所以涛涛会喜欢幽默的女生吗 就像你旁边这位 我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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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乱的事 横侃成林侧成风 嘴对他对不同 乌立黄子涛听见自身迷之自信和傲娇本色 对一份对编辑 让路人都深深沉浸在涛涛的魔性魅力中 涛涛点亮了整个笑点 黄子涛喜欢你的名思自信 超可爱又耿直又好玩 迷之自信自带光芒 和坚强搞笑的乌立涛涛 一言不合就对人之张济柯 我派是绝胸 开口乃绝胸对王 唐唐贝面包 今年一个奥运会 之急网游戏 粘爱 于张式冷漠和超强平凡球季 成为谜媚全新老公 但是 作为一个魅力百分百气场max的男人 张景克真奶 上吐天 下吐地 中间对空气 开心不开心 总要怼一怼 管你都是谁 首先对待到记者 赛后和沙尘许新一起采访 记者不仅挑过比赛 直接就问余了些问题 而且从头到尾不搭理许新 就算早科做出手势 也说是无对 瞬间让早爆走 这比赛马上就结束了 对接下来的一些打算 谈一下 问谁啊 欢迎 就是成都的比赛马上就结束了 你问谁啊 就是对接下来的一些打算 你问问谁啊 问你 男性荷尔蒙飙升 更是让粉丝燕冒桃花男子气 哥哥帅渣啊 好喜欢胡子自己家人霸气色漏 对别人的极客啊 我可好霸气好暖 手动鼻心表白 狗哥男友的麦子 也难怪迷妹要贴身盯人 他们的巨位极 But 绝胸猛虎又怎能忍受 这样束手束脚的跟随 继续对迷妹 没比赛 没比赛 别来看了 我不打 我不打 更是会对自己的教练 直播直言要绝杀他 刘总教练 我现在能让他八个 他赢不了了 看来张继科还是有点理智的 要知道你里留着刀 可是开了微博了哟 直播把其策露小心被念的 而物理可可 即使上电视也难言赞熬 不及奔色 几年前接受采访的时候 面对的2011年试图赛 夺冠私衣服的飞翼时 更是会对网络喷子 当时是我在比赛 不是你在比赛 可能你赢完以后 你可能合法 酷足脱 酷足脱 即使是在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上 也毫不留情 当喝酒介绍张继科是第一次上快乐大本营的时候 直接被赞熬客噎倒 第一次来到这里 但是有了朋友 你长时间关注了 但是一直没有邀请我过来 不是也等你拿牌之后才请 我一年拿牌了 到16年收交信 耿直的张继科 更是直接指出微家的服装错误 我们男队的团服 对 官服 这是 微家老师穿是女队 女队团 哎哟妈呀 我说张继科呀 你可是在别人的地盘上上电视好吗 而且你居然把球头打到微家脸上 怎么可行啊 Anyway 可可侧楼的霸气 遇到女神仙呢 还是会被赌重的 绝兄对王的赵鹅 也可当猫咪 然而便便 我只是想说 可惜 不是你 笑话 单身狗还是有机会 请让我们一起 对谢张杰 就是喜欢你 oh yeah 想要跟你在一起 I keep showing 今天吧 我讲读到哪两星来恢复你们说的话啊 说真的啊 我的花蜂修理 颜色修理 呀呀小编在这里干什么啊 哎 我 哈 还敢怼我 看你这RAP说的像快榜似的 还不赶紧回弹幕 吴地的法海 小编我觉得你做完这一期应该要躲一躲了 不然呢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哈 我需要走吗 啊难道你不需要吗 你说那个镇嫂啊 那个 说那个屋里送茜 那个 还有那个什么居敬一啊 他们团队那个 那 哎你说的对 落到这几家粉丝手里我都不会落着好 哎说这条留言的是谁来着 那个 吴地的法海 来来来来来 试下老师给我一个机会 师傅救救我吧 让我摄影的金玻璃避一避吧 让你的能力看到我啦 快点出来吧 不要躲在我的紫金本里了好吗 我算也不想看见那两个 小编小编看过来 我是你的迷妹印尊 哎哎又有点粉丝哎 喜欢你的耶 这位朋友你冷静一点啊 哎不过想一想 跟我抢老公的人又少了一个 想在于极好的嘛 来给你比个心 再给你个问客 问客 啊 哎 你好像看不到哎 来来来来来我替你了 你镜头看过来 嘀 文涛哥哥 还是叔叔爱情 哈哈 反正请继续和小编香味相杀下去吧 文涛你已经被叔叔了嘛 你小啰嗦 哥哥哥哥哥 欧巴 想要成为你专属的欧巴 年年爱的成为你欧巴 是欧巴 好啊 好好好 你是我爸 你是我爸 后面还有一个上 你去吧 你 我想起我夕阳下的奔跑 那是我逝去的青春 好 好 好 来 怼完了各位网友之路呢 瞬间觉得世界光鲜亮丽 啊 怼完了以后 觉得身心愉悦 看中间压法报 好 我不跟你争 我不跟你怼 我爱我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来 今天最大的就是做商来自于 Seventeen的 情笔签名的我 想拿到他的话 赶紧点击订阅按钮 并且把节奏发我们的 最悦日常流水账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们记清楚了 拿走礼物之后呢 就跟我一起来 幼稚 幼稚 你你你坐下 你坐下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来打一仗啊 你走 你走